随着我国面临老龄化的问题 提升技能对于外籍女佣来说也越来越重要 有更多外籍女佣积极报名参加课程 以获得更好的薪资和就业前景 一些中介表示近几年来有多三成的雇主 希望聘用拥有证书或受认证技能的外籍女佣 乔思琳和一般外籍女佣不同 她在提升了技能后 如今不但知道患有晚期肾脏病雇主所需药物的名称 还能帮她制定膳食计划和安排看诊预约 像乔思琳这样拥有特殊技能的女佣越来越多 一个主要原因是雇主愿意支付多10%的薪资 为了应付需求上涨 一些中介则选择让外籍女佣 在自己的家乡就接受相关的培训 另一家中介表示上门寻求有特定技能 例如会照顾失智症或帕金森患者女佣的顾客 增加了约两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